社區大樓外牆突然傳來爆炸聲響 熊熊火勢不斷燃燒 濃濃黑煙持續往高樓猛串 火勢似乎一發不可收拾 燃燒越來越劇烈 看起來已把冷氣室外機吞噬 對面住戶趕緊拍下驚悚瞬間 並且撥打119爆案 請消防人員趕快過來 爆炸第一時間 屋內住戶還沒發現異狀 所幸社區保全立即用滅火器 將火勢撲滅 但現場仍持續在冒煙 消防人員到場持續灑水降溫 而火警會發生 不排除就是冷氣室外機起火 才會釀火 第一時間就外面著火 所以我們就直接上去找住戶 住戶有在家 我們就進去用滅火去滅火 火警意外發生在1號上午9點多 新北市樹林大城路上的 這處社區大樓7樓 消防人員初步調查 沒有人員傷亡 而燃燒面積僅1平方公尺 但詳細火警發生原因 還需釐清 每到夏日 冷氣機火警頻傳 常有住戶明明沒開冷氣 卻發生起火意外 業者分析 天氣潮濕容易讓主機板受潮 要是沒有定期保養 散熱不良 容易產生高溫 把機板給燒毀 釀成火警 如果冷氣本來就有狀況 常常發出怪聲音 或甚至飄散意味 都是警訊 平時請家保養維護 才能預防冷氣室外及自然 3D新聞 孟國華陳玄 新北市報導